快乐新年属你最红 我们非常开心的请到了 张一新做客 我们优酷全娱乐的春晚特别节目 掌声欢迎 优酷全娱乐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张一新 欢迎一新 然后一新是一个湖南人 所以可不可以用你的家乡话 来给我们优酷网友拜个年送的祝福 打过号子 打过去年新大兵 去年快乐 完全听懂了 突然觉得自己好厉害 然后今年已经是好几次上春晚了 然后还会有这种紧张的感觉吗 一样一样 其实每一次 可能采访的时候会相对来说比较放松一点 那除了采访以外 其余的舞台什么的 还是一样的一如既往的紧张 然后作为一个在春晚舞台上的前辈 可不可以给很多新人提一些意见 对 我当不了什么前辈 我就是能来这么多次 就感谢大家的支持跟喜爱 也感谢节目组的老师 然后还有我的信任 希望可以把一个好的舞台带给大家 那除了自己的节目以外 还有比较期待哪个节目 我蛮期待小岳岳哥的相声 蛮好笑的 给大家带来欢乐 所以你平时自己私下也会听一些相声来放松解压吗 会会听郭德纲老师的相声 然后如果你在春晚后台的时候 突然有个工作人员或者某个艺人 然后认出你要跟你合照 但是你忘了她是谁 你一般会怎么办 这个问题我问得好 就是 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吗 当然 这种事情还挺多的 不认识她是谁是吧 但她确实跟我见过面 对 或者你觉得她好熟啊 但你就是不知道她是谁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那今年过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或者安排 今年过年不收礼 然后那个 收礼只收 不收礼不收礼 就是今年过年希望大家就过一个愉快的年 那19年已经过去了 在19年有没有什么特别开心或者稍有遗憾的事呢 2019年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我举办了 成功举办了我个人的这个巡回演唱会吧 然后有一些遗憾的话 可能就是没有能够多多陪家人吧 然后过年回家的时候呢 有一种冷叫妈妈觉得你冷 就如果妈妈非逼着你穿秋裤 你会怎么办 为什么一定要穿 妈妈就担心你着凉啊 感谢她 感谢她的这个关心 就是还没到那个年龄 对妈妈的回答好官方感谢她 然后 你知道吗 就是今年我跟大家在聊天的过程中 发现就是哥你30了 我别说这话 你知道吗 就 怪怪的 我还觉得没有长大的感觉 30 我还感觉我回答 没有 我可能就1718的感觉 突然跟我说我30了 受不了 那如果现在有人问你年龄 你会主动说自己30了吗 我不会主动说我自己的年龄 但是当别人聊到自己的年龄 就是说你自己年龄 一般都会闭嘴我 凶回去 那你现在过年回家 如果有亲朋好友聚会的话 最怕他们问你什么问题 其实现在还没有什么回过家 就是亲朋好友见的比较少 今天过年 就回去见一见 看看他们会有什么问题 我下次再告诉你 明年再见是吧 明年如果可以的话 好 然后女生的这个过年三件套 一般有烫头 美甲和接接毛 那你的过年三件套是什么 过年 对 那这么说来 女生天天在过年 然后2020年 有没有什么愿望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说实话 我真的没什么愿望 你如果实在让我说的话 我也可以说一下 祝自己身体健康 你也可以说 祝大家身体健康啊 就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其实我是想说 呼吁大家 还是记得勤洗手 我希望大家能够勤洗手 然后预防感冒 然后多吃一点 好事的和保健的东西 然后补充维他命C 然后尽量出门戴口罩 那我们也希望 异星的愿望可以实现 好 那我们祝贺异星 2020年可以 越来越火 健康平安 数年大吉